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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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8月26号第二次小视频 第二次小视频 因为我上午直录了4分钟 37秒还40秒啊 结果口误说成4个小时 但是呢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事实跟口误是两回事啊 那么从早晨 录完那个小视频 然后就开会 今天是跟战友 符合壁主开了 不到两个小时 然后呢 上午和这个 另外的战友群开了大概 我们开了将近是四个小时 击翻身 三半小时 然后呢 另外一个这个 亚洲的凌晨 新加坡的有关的事 一个多小时 说今天是 就没停啊 就没停 然后呢又跟这个 欧洲的啊 咱们的战友们又开了将一个多小时 所以说 今天这个 开那么多会啊 这个 我一直想 我别忘了 录二次视频 我相信战友承诺过 所以这个承诺老记着呢 如果不对线 或者你忘掉了 是什么后果呢 那么你记得 如果讲信用那的话 他就是压力 他就是责任 我为什么今天有这个感触呢 就是 昨天啊 和一个 咱们体制内的战友 中纪委的 原来八十的人 八十也管海南啊 这个人当然已经是被退休了 当时是权力重得很 非常重要啊 位不高权重 当年关于陈锋啊 王健啊 冠军啊 刘承杰啊 他和纪委管他这个副书记 有一次给我吃饭 谈到一些 谈到姚庆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位副书记 啪就问住他 因为喝多了吗 不让他说 啪 这中纪委在习惯 一问 嗯 他就马上 就那个警觉 酒就醒过来了 所以当共产党的干部 挺累啊 真的 马上 他必费 马上必费 几乎这后半场就不说话了 但是到后半场的时候 他管他的副书记 他就楼不住了 开始给我讲 他说你说他们多傻啊 你还要这个代识 那个代识 是吧 然后还要搞什么慈善基金 集中讲到王健 然后这个 我记得副书记 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 就是昨天他跟我说 我习下想起 原来我忘了 这么多年爆料 我都忘了 这位副书记说 他说这么多人老板 就这么多就是这个这个 铲铁 就铲铁啊 就是给人家干扛活的 挖土的铲铁 只有王健这个人 说话上话 他说 他们选他还真没瞎眼 这一下子把我打醒了 是是是哎哟我想起了 他说七哥你知道 前天你这个直播里边对我 触动的就是那个爆料人啊 其中说到王健他无意中说到 王健是说话算话的 说到做到的 戴勇格说了永远说不到 说曾为代永远是骗你的对吧 王岐山梦建柱 那梦建柱耍死你啊 两面派三面派八面派 王岐山就更不用提了 我真的是 他说就这一句话 我知道 这所有东西都真的 他包括讲的几个地点 他顺口讲 他说云南住京万岛 那是我常去的地方 云南也归我管 哎呀 但是让我很感触的 他说你知道吗 七哥 为什么你这个王健的事情闹那么大 大家体制内都那么相信你啊 他说王健的手机 你讲的那些事情 他说常年都知道有没有 是真是假 王健在最后绝对知道自己 一定会被做掉 而且告诉对方 你们做不做我都会解决 我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不会成为你们的隐患 也不会影响你们的安全 这是为什么王健已经非常清楚的 说他在死之前 他说这七八七啊 也就是最后一做了几次了 我这福岁到了 他跟很多人这么说 他跟他老婆通电话 他后来手机上发了很多信息 兄弟姐问们 当王健的手机 我们的很多案子用完以后证据 我公开的说你们绝对会震撼 绝对会震撼 一个人呢 当面临着死亡选择的时候 还想缴信用 世界上没几个 我看到了 今天我一天在开会当中 我就想到这一幕 这个中纪委跟王健和 陈丰冠冠军刘成杰 王岐山太熟了 跟着王岐山一起 所谓帮着王岐山接姑娘 然后王岐山在车上等着 上楼上搞完以后下来 他这本人送走 这个哥们是从海南 就跟王岐山好的人 所以王岐山说 你别偷官 你就带我管好这几个省 八十 就这样的一个人 跟我通话说 这个让他很震惊 他说我们都是牺牲品 这是对的 增加 他说都是增加牺牲品 而且老法师这个词 用的很恰当 他说我们就拿来 就被当牺牲 但是牺牲品当中 说话算话真的是王岐山 他说但是 他说你去想想 说了算的人最后有什么下场 别人用你说了算讲信用 让你自动死 这到底是好是坏 这叫欲忠呢 还是愚蠢呢 还是无知呢 他说王健也是见过很少的人 关于佛教密宗修行那么高的人 王健临死前 给了很多西藏的宗教喇嘛 很多人钱财 我说钱是现金 才是等同一日欲呀 什么各种报告 包括唐卡 王健这个人真的死的是 就现在往回看 在中国的体制内 你的所谓忠诚信用 善良 是被人利用的工具 不是什么好东西 然后他说他说王敏 他说我跟王敏是打过多年交道 他说王敏绝对没捞钱 但是没少搞了男女关系 他说你说的赵本山 徐明 戴永阁 宋主英 杨兰 吴征 然后还讲了下面几个人 他说那是百分之百 他说曾伟史文清 舒焕章 王阳 这人我全都是经受的 王敏案他说你还不知道另外一个大悬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抓 怎么抓他知道吗 所以把我吓一大条 就是前天放出那个录音当中的人 有一天会站出来 他的原因会告诉你 他为什么出来爆料 他怎么爆料 大家会震撼的 然后再加上他本人 包括王敏 包括曾伟 所有人不知道 还有一个中纪委办案人 把所有的事情都积极到一起的真相 所以他说你报到圣经 和你报到张玉坤 还有原来的光国亮 张宏伟 他说张宏伟是个垃圾 他说他说这个 他说我唯一的在我下台 这没干掉张宏伟 他说因为我不管这个一块了 他说我一定会让张宏伟这家复法 他害太多人了 哎呀所以说爆料格局 他说魅力在哪兄弟兄弟们 就让死掉的人 他不应该被冤枉 王健是个好人 是个君子 绝对将信为人 这是从那天爆料 我都没注意这句话 这被体制人听到 说对王健是公平的 王健是个人人品上 绝对是了不起的 所以共产党当中 绝大多数是好人 当共产党白酒套子 也不听都是坏人 王健就是其中个例子 我们毕竟面对现实客观 那些没当白酒套子 觉得好人吗 不见的 就说那个孙政才要搞那个新姐 在办公室的事情 这是只有两个人知道 新姐和王敏 三人知道孙政才 那我咋知道了呢 这是个最简单 你看电视剧的导演 就是皇帝搞这搞那个 你在现场吗 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说这话的人就在现场 他就是当事人 所以说兄弟姐们 信用很重要 要对珍惜信用的人 在共产党的体制内信用 善良老实 那是牺牲 但愿王健他没有闹来 我们对王健的爆料 还远远没有开始 兄弟姐们们 但我们之间 得互相信任呐 兑现呐 所以我今天把视频录了 9分55秒 58秒